文童, 虚拟传奇 生怒 《 对呀,自己执着的东西不一样嘛,放的那个角度也不同。 我也不是很久,一年多,所以我开始,也有很多很顺利的地方, 要看到很多问题去解决 但最近这个主要是很恐惧 就会恐惧到无端端就会翻页醒来 觉得每个细胞都在那里恐惧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想不清楚就是觉得没点 事情找不到那个根源 很多时候都能找到那个根源 那把那个念头晃掉就会能跨过去 那这个堆是非常大的 我不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方 总的来讲可能是对自我的 对生活的 知道那些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感受 其实都是空的 然后很强烈就执行 自己安德瑞的空 然后又回来 总是要把自己往里面去 是的 就是然后虽然知道是空的 但放下空不那么容易 就算知道它是个梦 但忘记梦也不那么容易 需要方法 不是我们作者那说 听听佛说 那需要是特的根器的 就是说就像六祖那样的 一听就说 梦外泡影好不再自作了 然后我们那是 是梦外泡影 是个梦很虚很假很空 但是它就被想住了 不是自己想否了之行 是那个角色把它想住了 这个呢就是 第一是我们心里有力量 你还没有定力 你没有想否那个东西的力量 就是说平时就很散乱 你那个时候 怎么能一念起来 那个力量就那么强了 你能把你虚幻的角色放下呢 能把虚空放下的人很厉害的 虽然它空 我们不一定能放下 它就是把你降服 就是 其实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你没有定力 没有定 平时就没有的 是略习修定力 嗯 第二呢 还有一个就是 天长日久 这些微细的 有些失去呀 得失患得 坏失离集起来了 就是我们恐惧一般都是 第一是未知 对未来盲然不知 就像我们恐惧死亡 其实是 不是恐惧死亡那一刹那 其实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什么叫死亡 没有提过它那么理解 它恐惧的是失去 别离 分离 嗯 还有失去 就是我们最爱的东西 失去了 最爱的人死去了 我们会失去 还有分离 还有会 留恋这个世界的一切 突然会放手 你没办法 你必须放手了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 它其实恐惧的是 这种生离死别 恐惧的是失去 还有恐惧未来迷茫的东西 它不了知 黑暗 就是说死了就像黑暗来临 它恐惧的不是死 是死亡带来的那些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 它体验过 它知道 它看过 有负面信息 其实它没体验过 它在电视上看过 它在电影里看过 它在 它看过那些文字描述 所以它觉得 那些那些概念 已经进入它头脑里边 它没体验过 它怕 它体验那些东西 其实真正的 你面对的可能不是那些东西 可能不可能不是那种 但是它不知道 它认为就是那样 那些负面信息把它降服了 你又换下去 负面的信息太多 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慢慢慢慢离极 就是我们只够自己生活 因为太多的关注 自我的觉受和利益了 慢慢的慢慢的 你忘记了 你一个爱别人的 就是你没有天长日 去就修炼这种爱 就是 其实到最后 我们当我们孤独无助 觉得恐惧到极致的时候 是找不到爱了 当一个人内心深处 有阳光有爱的时候 他不会恐惧 即使他已经走到了尾身 走到了谷底 最低谷 他也相信有人会帮他 因为他内心的阳光 和爱会充满 因为他曾经无私的 包括无数人 这个不是说我们 不够善良 不够政治 不够慈爱 有的人 女孩子很慈爱的 她也很善良 只是太多时间 关注自我的觉受 自我的感情 他就忽略了这一点 比如忽略了 给亲人的相处 忽略了关心晚辈 关心长辈 忽略了帮助别人 他因为 因为太多的时间 完全被自我的觉受包裹了 他是没有经历爱别人的 他不是不想爱帮助别人 是他很长时间 沉浸在自我的情感 得失 情感的得失 得失 还有觉受 痛苦的觉受 或者病 等等里边的时候 绕在里边了 他很长时间起不来 这要压抑压抑压抑 他的心气特别虚弱 这个时候他更没有力量 完全比觉受能寸垮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还有一点就是夜暴 就是生生世世的 我们当我们的晒暴熟了的时候 我们就很阳光 什么东西都能想到正向思维 都想得很 就算下雨也说 马上阳光就会出来了 很灿烂 但是如果我们的恶不好 逆远熟了 就是人生总是有低谷的 这一段世界突然全是逆远 周围遇到人也好像不喜欢你 你哼哼的 跟你说两句话也是 好像要哼哼的 自己的亲人也看你不说 也是 就一谈着 生活一谈着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逆暴熟了 那逆暴熟了的时候 就是自己就会就会很困难 就会越来越越越困难 就这样 这个的时候其实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绝照到这些的话 就做出相应的对峙 看自己是哪一种情况 然后做出相应的对峙 然后就就好了 就就需要需要方法的 不是说我坐在那里说 佛叔虚幻的 我一定要把它虚幻 虚幻 就算你虚幻大脑一叠 也动得不对 坐在那里 头脑里面 想像是个虚空 你会恐惧那个虚空 我告诉你 那个虚空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突然大脑一变空白 你也觉得真的是贴塌下来 你会觉得那是世界末日 那也是恐惧的一件事 不是我们能放得下的 举手 那是方法要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 这个世界有很多位置 在一生就不知道 我们会遇到什么事 比如说生老病死 生病啊 心理酸结啊 或者是心理突然做事 做得很疲劳了 就是处理 甚至你去办一个公司 或者是去炒股 或者做任何事情 突然失败了 或者什么就很累 就那种 就心理很累的时候 或者是感情上受了抽折的时候 等等 你会遇到很多事 那这些事呢 都是需要一些定力的 就是不是只是坐着呢 就能放下的 那一刻我们关不空的 你想把它空 你拿那么多一手 坐着呢 就什么块炮鱼的 那个我们就不用修了 马上要成佛了 修定力 要有一些承受力 这就是世俗法了 生命让你多结强 你救得多结强了 你遇到那些事 还有宁愿成熟的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低谷 生命的低谷 就这几年突然身体也不好 假体也不好 红颜也不好 事业也不 什么都都都都都下来了 那个时候也要扛得住 你会要等待它 第二次的高峰 它总有低谷 然后重新回来 佛说无常是说好的会变成坏的 也说坏的也会变好 无常坏的如果是你觉得不好 它也有一天会变好 因为它是无常 它主在别 你的心思把它倒向正向 倒向好 我们的心思逐渐地把它倒向 我们到善的一面 到好的一面 阳光的一面 实现出来 不是观成梦牌炮鱼 其实恐惧呢 如果我们其实首先是 心中要充满爱给阳光 这才是最重要 当你有阳光给爱的时候 虽然它不空 你不会恐惧 阳光下的人不会恐惧的 有爱的人不会恐惧 就是不管这种爱来自于哪里 它就是力量 嗯 嗯 对 因为这是我的问题 因为其实小时候 我们有妈妈爸爸在家 我们就不会恐惧任何事了 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全部的依止 父母就是天个地 就能顶起我们的天个地 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当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帮不到我们 他解决不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和问题 所以妈妈爸爸不能成为爱的医子 那只能成为你尽孝了 就是那可能我们 我们医子的是丈夫跟妻子 就是朋友 这些人他们可能能够帮到我们 但是当你发现这些人 必不信得过的时候 丈夫会背叛你 妻子会背叛你 朋友会背叛你 欺骗你的时候 爱就会失去 就那一刻 天地就会塌下来 嗯 因为小时候我们是信任父母的 无私的那种爱 来自于那种东西 但当大的时候 一结婚一定 每个人就是小姨子 丈夫跟老婆 妻子 然后还有自己最好的朋友 那些他不自觉地 就会把对父母的那种依赖 就转嫁到这一层 对对 但是通通都会塌陷 就是对对对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父母是无私的 但包括妻子跟丈夫 都是有实心的 都可能随时会抛弃你 所以这一点 你突然就体验到无常了 从一个无私的爱 体验到了无常的爱 那这一刻是很多生命的一个 对爱的理解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考验 通知一个考验 如果能够平稳地过渡到 过渡这一刻的爱 我们对这个生命就不会失望 不会有恐惧了 你会觉得生命充满阳光了 就开始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把握好这一层 就第二层 过渡的这个爱 很多人在这一刻 当他离婚的时候 到家里丈夫外遇的时候 妻子离开的时候 或者女朋友 失恋的时候 或者是朋友身边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背叛她的时候 一下子内心就开始冷漠了 内心就开始走向冷漠 恐惧 不信任 然后对这个世界 就没有希望了 就这种状态 持续久了 自己就不行了 他就没有力量的源泉 源头 源头一定 力量一定来自爱 那些东西开始塌陷了 所有的依止 爱来自 就开始塌陷了 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怀疑 憎恨 忌妒 抱怨 他就开始出现了 歇斯底里 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住 其实他是觉得自己的爱受伤了 就这样 找到这个症结 找到这个症结 慢慢从内 慢慢慢慢往回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